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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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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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发现该车有超远嫌疑 明镜打算进一步核实 多少人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也是提醒大家不要去乘坐超远车辆 如果发现客车超远载客可以向交通部门进行反应 为了营造良好的交通秩序 近日呢 长州市交请支队 莲花山大队 莲花山大队 莲花山大队大队民警就积极开车大队民警就积极开展了违法专项整治行动 在4月11号 莲花山大队大队大队民警在民警对于民警对其进行检查的过程当中不查不知道这一查呢 问题还真不少 民警在对该违法车辆进行查处时 该车辆突然加速闯红灯逃离了设卡路段 后备前方民警拦截 在对其进行询问过程中 该车辆除备悬挂机动车号牌以及闯红灯两项违法行为之外 民警还有了新的发现 报复报复车辆咱们当时是看不出来的 经过他对他的架号进行核查 因为他没悬挂号牌嘛 反正在对他进行询问 反正这个车辆的来源 他就交代了说是报复车辆 咱们回来之后 在危机上一核查 也的确是个报复车辆 他又将它改装成特种车辆 就是打警用的专用的车辆 在将该车辆进行葬扣后 民警依法将该名驾驶员带回大队进行处理 在对其驾驶证进行查询时 民警发现该驾驶员驾驶车辆为货车 但持有的驾驶证为C型驾驶证 其驾驶证与准驾车型并不相符 像这种五项违法行为 并且都是很严重的违法行为 在我执法这么多年的确是很少见 它现在是随到面临驾驶证丢休 随到拘留 随到各项罚款 累计应该在四千九左右 第一报道 并学金星报道 又到了我们第一快嘴的时间了 今天章云要跟我们聊哪些奇闻趣事呢 一起来看一下 本日想分说天下事巧嘴到尽是奸情 天南地北杂谈论 嘻笑怒骂 聊古今 咱是敬唠 十颗 第一快嘴张云在这给您行礼了 说第一快嘴今天和大家聊什么呀 大家都见过路边卖小狗的商贩吗 从一百到一两千的都有 那我问您呢 卖小狗的您见过 那您见过有人在街边免费送小狗的吗 两个女孩是街边站 一只小盒是摆面前 里面两只小奶狗 这一个来月零几天 毛茸茸的很可爱 叫的声音是惹人脸 有人俯身戏观看 有人问问是多少钱呢 女孩说您就看着给 多少都看您的自愿 如果你真是个爱狗人 免费送你 我都没意见 而且不光小狗免费送 四袋狗粮 还不要钱路人听了这些话 心中的一问一团团 天上不能掉馅饼 世上哪有 免费午餐 看见没有 不光小狗免费送 连狗粮也免费给 相信您心中也有疑问 这是为什么呀 原来这是河南新政某大学 学校突击检查宿舍违禁品 除了电热锅 热得快 酒精炉等被查外 这些宠物也在检查的范围内 为应对检查 有女生把这仓鼠放生 还有人呢 也就是咱们前面说的这两位 在路边呢急忙送自己刚买的小狗 有网友说了 小动物啊 是挺可爱的 可是你们在把他们带回来之前 有没有想过 他们以后应该怎么办呢 就算今天不检查 等你们毕业之后 你们会把他们带回家吗 人是不是该多为这些小生命 考虑一下呢 上面说的是这两个小姑娘 这小狗不想要了 可是因为啊 送不出去正发愁呢 下面这位老大爷 正好相反 人家那狗啊 可是没说不要 但是呢 却被人给盯上了 哈尔滨的王耀忠 住在道外 一家商煞旁 这天早晨是九点多 带着泰迪来到楼下晒太阳 小狗这个平时很听话 不咬人来是不乱嚷 安安静静跟身后 所以从来绳子不会拴身上 王耀忠走着走着回头 发现小狗不见 这心慌张 女儿上班在商煞 赶紧是电话过去 要帮忙 监控记录很清晰 挥衣女子 弯腰就来把狗藏 小狗是不叫没反抗 女子匆匆离开的忙 看这女子手脚麻利劲 我怀疑啊 她是个惯犯 狗丢了 老人很着急啊 一宿都没睡觉 两顿没吃饭 真希望抱走狗的这位女子 能够主动的联系老人 好让老人能够重新的快乐起来 同时呢 咱也提醒一下大家 遛狗啊 还是把这个绳拴上 一方面呢 防止这个宠物丢失 另一方面呢 也是为了他人的安全着想 不是 这正是 学校要查房 同学送狗忙 大爷遛小狗 转身丢了 哇 大千世界故事多 咱把奇闻来说一说 说什么呀 在外打工不容易 背景离乡的 身边连个亲戚朋友都没有 有什么事啊 也不好跟家里人讲 怕老人惦记 21岁的梁某 就是外出打工人员其中的一位 他从老家河南来到了浙江杭州 几天前呢 由于种种原因呢 他被公司给辞退了 这让他的生活一下陷入到了困境之中 没了工作 得良某 别提心中是多发愁 身上得钱并不多 每天再往八包报宿 几天前就花光了 只能睡在那街头 这天晚上肚子饿 在街上来回的瞎转悠 看见一个烤肠摊 此时真想着吃个够 上前问了问价钱 两元一根全瘦肉 梁某伸手摸摸都 就剩一块 在里头 硬着头皮来一根 等在了旁边直走走 等到边上没有人 他拿起摊主的手机 穿进了灯 转身就跑真较快 转眼就消失在街口 手机被抢后 摊主耿女士 借别人的手机 打电话报了警 警察根据视频追踪 基本锁定了 男子逃跑的线路 这梁某被公司辞职 只能说是遇到了 一点小小的困难 可是现在的处境 那可是他人生的 一个大转折 搞不好他的前程 会被自己亲手 给毁掉 梁某虽然得了手 可心脏都快跳出了口 平生没干过坏事 今天这事 饿晕了头 他躲在角落 想了想 幸亏理智 他还有 现在身处这情况 到了人生的岔路口 如果手机不归还 可能生活就没有 今天这事 怎么了 我人生怎能这样走 越想心中越害怕 越想是心中越愧疚 他鼓毒勇气爆了警 说我刚才抢劫 是要自首 问他现在 什么位置 他说对这个地方也不熟 要么你给我发个微信号 我定位给你们瞅一瞅 梁某添加了街警的微信后 发送了实时位置 民警迅速赶往了上诉地点 果然呢 有一名男子看到警车后 主动的走了过来 经调查 梁某当场承认了自己 抢夺贪主手机的违法事实 并且交出了手机 事后 梁某女士知道梁某主动投案 也是松了一口气 她说呀 如果当时梁某说明自己的情况 肯定会免费给她烤一根肠吃 目前呢 梁某因主动投案 并如实交代违法行为 公安机关呢 予以减轻处罚 依法行政拘留三天 这人生啊 会有很多次的选择 有些选择错了 也不要紧 可呢 有些选择错了的话 代价 你是负担不起的呀 所以呀 人呢 千万别走偏了路啊 这正是 人生路上走 逆境肯定有 照过眼前沟 这个曙光在前头 好了 今天第一块嘴呢 就和大家聊到这儿 下回咱再说稀奇 购房者在阿里拍卖卖的房 却入住不了 新兴雨后发和元 为保护房屋 用上焊条 我们过来一看 我们的门 这儿被焊死了 但我一看 左右邻居全部被焊死了 整层的楼上都焊死了 但我挺震惊的 购房者要求看房被拒 物业称 不认房产证 只认地产的 入住联络单 咱们再来接着往下看新闻 通过法院拍卖购买的房子 产权证也握在手里 谁会想到 这样子买房 还会出岔头 可是岔头还真就出现了 2017年10月份 来自江苏南通的 钱先生和几位购房者 通过法院拍卖 购买了新兴雨后发 和元36号楼的房子 现在让他们这些购房者 窝火的问题是 他们的房子被人用铁条 焊死了入户门 现在遭遇了 有家不能回的窘境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咱们来听听 购房者咋说 2017年10月份的时候 我就在网上看到 潮城市经开法院 正在拍卖 那个新兴雨后发和元 36号公馆的 几套公寓楼 然后我就选了一套 比较小的一套房子买的 买完之后 12月份 就法院就给我下了一个裁定书 然后我就拿到这裁定书 我就上新兴雨后发和元 这位物业公司去办入住 入住公司说 你凭这一张判决书 不能证明房子是你的 因为房子必须有产权证 2018年7月份的时候 我们就把产权证拿到了 拿到产权证之后 我就去找了那个物业公司 物业公司说让我推到开发公司 开发公司有一个旅经理 他说他这房子有纠纷 我们不能让你入住 因为我们这边上 程序全面走好 你就耐心等两月 据购房者钱先生介绍 听了新兴雨 后发和元开发商的建议后 他便回去等消息 隔几个月后 等来的结果 却让他无法接受 然后我们回去等了之后吧 结果等了不是说 等了能入住的结果 我们过来一看 我们的门就被焊死了 到时候我一想 这是我的门 这应该不可能啊 但我一看左右邻居 全部被焊死了 整层的楼上都焊死了 但我挺震惊的 我是在合法途径 购买的一个 有合法产权证的一个房子 但是我为什么就不能入住 我无法理解 也没法接受 记者了解到 与钱先生 有着同样经历的购房者 有好几位 他们都是在2017年 通过阿里拍卖 购买了新兴雨 后发和元 36号楼17层的房子 同样购房快两年了 收不到房子 采访中 购房者冯先生 向记者诉说着 自己的无奈 当时考虑的是一个投资 而且当时的价位呢 还是比较符合 我们心理预期的 然后买了以后呢 不到20万的钱 压在这压了两年 你说多闹起呢 你说租也租不出去 我们现在卖也卖不出去 然后这钱我们想用 也用不了 感觉挺无奈的 而且最少说 我们不知道该找谁 来自河北恒水的 张先生告诉记者 他们公司一口气 拍下了新兴雨 后发和元的五套房子 结果他现在手里 拿着房屋产权证 却无法办理入住 来拍买的这个五套房子 我们花了将近80多万 现在这个房子 给搁置了这么长时间 从法院那边来说吧 法院那边就是说 是已经交接给我们了 从这个物业这边来说呢 物业是不让我们进 把门圈害死了 我自己的房子 我自己回不了家 第一报道综合报道 采访中购房者向记者诉说着 他们有家不能回的窘况 那么为什么钱先生等人 手里拿着房屋产权证 却不能办理入住手续呢 想要解开这个疑问 我们就接着往下看 为了进一步了解情况 记者陪同几位购房者 来到了新兴雨后发和元 36号楼 听说几位购房者要看房子 保安通知了小区物业的工作人员 物业工作人员来到现场后 拒绝了购房者的要求 我是你的业主 我有产权证 我们在售误处开的入住连路单 到我们的外面才可以办入住 谁是业主 你怎么能分析 你先不用跟我抄出这个事 你现在没有办入住 你现在就是不是我的业主 物业是必须得建造 售误处开的入住连路单 给正常给你钥匙 正常让你办入住 为了证实业主的身份 购房者管先生向物业工作人员 出示了房屋产权证 物业的工作人员表示 即便有房屋产权证 也不能证明是业主 必须得到地产公司开局的 入住联络单 才能办理入住 为了进入自己的房子 购房者管先生报了警 在警察到来之前 物业的工作人员 同意让购房者到楼上看房子 来到17楼 记者看到这一层的所有房子 均被铁条焊死了 看到眼前的情景 购房者前先生 憋在心里的火压不住了 不可能是保管房子 你们是物业公司也好 开发商公司也好 这是怎么一个性质 难道我们老百姓是大乡吗 是老虎吗 需要用这种铁包的门 全部看出来 让我有家回不去 有事情解决事情 你做这个行为 我认为已经构成了方法 记者询问到底是谁 用铁条焊死的入户门 物业公司的工作人员 表示不清楚 而面对物业前后不一的说法 购房者冯先生表示很气愤 那么购房者 秦先生等人通过阿里拍卖购买的拍卖房 是否可以视为房屋所有权人呢 面对自己的房门被封无法入住 购房者又该如何主张自己的权利呢 对此律师给出了明确的说法 在这几十年当中呢 业主既然已经获得了法院的拍卖成销权裁定 并且呢 根据拍卖成销权裁定 也办理了相关的产权证件 那这个根据物权法第六条 第九条有明确的规定 这个房屋所有权员就是我们业主法 这个产权就是你的了 但如果这个期间真正遇到有第三种 有譬如说封门独入这种情况 那作为我们的权利人完全有权力 要求立即停止清派 排除方案 恢复原状 当然如果导致损失的 还有权利 阻障非常损失 第一报道综合报道 手握产权 有家难回 这仅仅是业主的尴尬吗 希望有关部门早日介入处理 打通业主回家的门 近日有一篇题为 遇到这八种情况可拒缴物业费的文章 被不断地转载 很多业主都信以为真 在微信朋友圈等平台进行宣传 但其实呢 这篇文章在一年前就已经被封转过了 而且已经被证实是虚假的消息 业主拒缴物业费可能会承担违约责任 咱们一起具体来了解一下 近日网上流传的一篇文章中提到 业主遇到八种情况可以理直气壮的拒缴物业费 物业甚至可能还会倒找钱 文章中的说法言之早早 声称聚假物业费的标准出自于物业管理条例 不过真的有这样的规定吗 据了解物业管理条例是国务院发布的行政法规 聚假物业费则属于民事纠纷 行政手段不能干预 而且更不会对复杂的物业服务纠纷 做出聚假的指引 在网络流传的文章中出示的截图 是2018年4月4号国务院发布的 关于修改和废止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 其中包括物业管理条例修改的内容 这集四个条款的修改删出一个条文 修改的内容主要是取消了物业服务企业 资质管理的相关规定 并增加了建立首信联合机理 和施建联合惩戒机制的有关内容 同篇并未对物业管理收费的内容 提出增设或修改 而且早在2018年4月 就由法治日报社对这八种情形 业主可聚缴物业费的稿件实时情况 做出了更正智谴声明 一直以来 物业与业主的问题 都是人们关心的话题 因此一年以前的谣言 才会被再次散布开来 律师表示 当业主与物业发生纠纷 聚缴物业费并不是明智选择 甚至可能需要承担违约责任 不论遇到什么情况 如果业主认为物业没有进到相应义务 那么可以拿着物业合同 去相应的人民法院 起诉物业公司 要求物业公司履行义务 但是不能以此 作为拒绝缴纳物业费的理由 因为如果一旦拒绝缴纳物业费 那么物业公司完全可以根据 现有情况起诉我们业主 那么要求业主补缴物业费 同时可能还会要求业主 缴纳其他的一系列 包括违约期间的承载违约责任 还有可能还有支纳金 另外如果说我们按期没有缴纳 还会支付迟延旅行期间的债务的利息 那么这样无形之中 可能我们业主就会多付出很多的费用 第一报道 乔好 张强报道 可能很多人在打喷气 或者觉得要感冒的情况之下 都会喝上一袋板栏根 想把感冒给抵回去 可是这板栏根 可不是什么时候都可以用的 为此我们记者特意去了一趟长春市中医院 这板栏根到底该怎么用 什么时候用 咱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最近省内乙行流感盛行 那么很多人为了预防 或者是应对这次流感 都去药店购买了板栏根 也导致很多药店出现 板栏根供不应求的情况 但是其实板栏根并不是一种治疗感冒的药物 对于那些风寒感冒不适合板栏根 板栏根本身就是一个偏凉的药物 虽说板栏根不是一种专制感冒的药 不过它能够缓解内热引发的咽喉肿痛 大便干燥 小便黄翅等症状 如果没有这些症状 它的治疗效果是有限的 特别是对于脾胃虚寒的人 服用不当还将引发身体的不适 服药一定得对症 切记不可盲目 人云亦云 如果想预防感冒的侵袭 还是得多加锻炼养成良好的生活作息规律 第一报道 综合报道 我们第一报道 栏目组联合共青团吉林省委 共同推出了寻访吉林青年工匠的板块 我们将陆续展播 全省各地的基层一线优秀青年工作者 走进他们的生活 记录他们的故事 高铁 地铁等轨道客车 每天都承载亿万乘客安全出行 承载亿万乘客安全出行的重要部件 就是列车的转向架 列车转向架衡量与测量间的接触环口 接头亦出现不融合的缺陷 曾一时间成为阻碍列车生产的拦路虎 现如今 技术高超的焊接师 利用独特的焊接技术 将环口焊接不留下思 这一期的青年工匠 带您了解一位技艺高超的焊接师 从绿皮车到现在的高铁 中国轨道客车领域飞速发展 说到列车运行速度 车辆行驶安全 旅客乘坐舒适度等 列车运行的重要元素 都与列车的转向架息息相关 这一关键部件 正是由一个个默默无闻 独具匠心的青年汉匠注救而成 今天让我们走进青年汉匠 卢志远 我叫卢志远 毕业于吉林省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2009年7月份 分配到咱们中车 长城轨道客车股分研跃公司 汉劫压车间 是一名变汉工 技术 2009年 卢志远进入长春轨道客车股份有限公司 在车间从事列车转向架焊接工作 从焊接绿皮车的转向架 到焊接中国标准化动车组的转向架 卢志远实现了从一名学徒 到一名高技能人才的跨越 但是在这期间 他也曾不知所措 真正干到这样的时候 刚开始的时候 我就有一些后悔了 因为非常热 非常累 非常苦 就是没啥意思 就是不想干了 那时候我就是到别的地方就留的 我都是突然看到就是老外 他干西门寺架了三百公里的时候 我就看你的汉份汉子 就像雕花一样 我说就看我这 别人看着都不愿意看 还何况我这干下去 你知道吗 就是从那往后吧 我就觉得我也得像他这么干 但是看到就是这些年 我的工作成果 还有我这些同事的工作成果 我就感觉非常欣慰 没有选择好 台上一分钟 台下十年工 作为汉阶高技能人才 卢志远针对新汉阶技术 愿意思考 敢于突破 面对墨尔本地铁转向架的复杂结构 很多汉阶师束手无策 就在这个时候 卢志远临危受命 承载起了民族品牌的金名片 我呢 也是被车舰给派到那了 派到那了 我觉得 这个活真是难 我看也头疼 这个确实是条件咱们摆着 然后我在想 坚决说不能给咱们长客丢脸 也不能给咱们 绝对不能给咱们国家人丢脸 我呢 就是仔细研究 它这个汉阶角度 还有那个破口的角度 然后咱们对应起来 就是找出解决的问题所在 把这个问题做到一次成型 让它没有隐患 没有说是检测不合格 近年来 卢志远先后荣获 中央企业技术能手 第六届国际加克杯 汉阶大赛手工电弧汉组二等奖 振兴杯麒麟省青年职业技能竞赛 第一名 麒麟省青年岗位能手等荣誉 可真正让卢志远感到幸福的是 家人为他所从事的工作 而感到骄傲 学校就是接小孩的时候 他刚上一年级 接孩子的时候 医生就跟他们小朋友说 我看没 我爸怎么的 我爸那个给我 给咱们那个坐的那个火车 还老坏了 然后那个一点都不堵车 怎么的 非常的 那时候就有时候 让小孩一说我的脸都有点红 闪亮的汉花 照亮了一个青年人 执着进取的身姿 也见证了中国第一代高铁工人 燃烧的青春 降心完全在于自己的内心 我会一心一意地 去对待转向架的汉阶 我会为中国标动转向架的汉阶 贡献自己的全部力量 我为自己加油 正是凭借着工匠精神 卢志远成为了车间青年之工中的一面旗帜 他勤学苦练 拼搏奋斗的尽头 影响着身边的每一个人 当下几乎每一个人都会有各种各样的网络账号和家人朋友联系的微信 记录喜怒哀乐的朋友圈 随手转账的支付宝 大把充值的游戏账号 如果有一天当用户离世 这些网络资产能否被继承呢 网络遗产是指被继承人失去时 遗留的个人所有的网络权益和财产 包括账号 密码 图文 音视频 虚拟货币 网络店铺 游戏装备等 又称为数字遗产 那对于经常使用微信支付宝存储零钱 进行支付和转账的用户 如果将来离世了 你觉得这里的财产是否能被继承呢 我觉得应该是不可能 没说什么保护的吧 可以吧应该 要不然这里面钱 那不就白小了吗 应该是被继承啊 不管是在卡列还是在植物宝 那个微信里都是属于我的财产呀 虚拟物品就是在它自己的价值之内 可以买卖 然后继承的话 也觉得应该也可以吧 他们都不知道密码 啥都不知道是可能继承吗 继承不了的 那我的钱应该去哪 通过采访记者发现 大家的意见都不同意 给出的理由也是五花八门 那面对微信支付宝 知乎等不少网络社交软件 有些直接绑定了消费者的银行卡 如果有一天当人突然离世 微信支付宝等网络遗产 到底该怎么办 按照我国民法总则第127条的规定 法律对数据网络虚拟财产的保护 是有规定的 依照其规定 进一步讲呢 就是说网络虚拟财产 是受法律保护的 只要是公民合法的财产 都视为遗产 可以是被继承的 除了网络账户里的资产 网络账户 电子邮件 个人空间等 记录着我们的生活轨迹 不仅是精神财富 更是价值不菲的物质资产 那这些账户 你觉得能不能被继承呢 应该可以吧 就是可以给后代用吧 然后支付宝可以把账号留给他 不应该吧 只是属于自己的 因为你的绑的电话呀 或者密码呀 什么都是你自己的 没有人可以继承的 我觉得也不应该被继承 因为这个东西是自己的隐私 私人的东西 就是不是你的个人财产的 我觉得是 记者查找了几家 社交软件的相关服务协议 上面表明用户只拥有QQ 微信 微信公众号等工具的实用权 其所有权都是归腾讯所有 类似电子邮箱 微信 微博社交 游戏账号等网络资产的归属权 究竟由谁决定呢 账号是不可以继承的 但是账号里的财产 它属于财产属性 那么这一部分呢 是可以继承的 因为咱们在注册支付宝 还有微信号的时候 它都会提出一个页面 那就是与用户签订的一个保密协议 这个属于合同 不能够对抗第三方 如果第三方使用的话呢 那就有可能是泄露了 它的个人隐私 业内人士认为 依照继承法 没有人身性质的网络遗产 像网上店铺 网络理财 余额宝 以及作品版权 游戏币等 应当可以继承 具有人身属性的 不可以继承 如实名制的QQ号码 和微信账号等 目前我们国家呢 对于虚拟财产这一块呢 没有相关的法律 做出规定 因为法律 永远是跟不上社会的进步的 所以说法律 有一个滞后性 未来网络虚拟财产 继承和保护的问题 会越来越重要 相关部门应该尽快 对争议问题 以及法律模糊地带 进行及时的理清和界定 完善相关的制度 和法律体系 实际也是网络社会 不可或缺的公共保障 是无法回避的 第一报道综合报道 眼下随着互联网科技的发展 大家办事啊 很多都不用再跑腿了 比如说我们接下来 要关注的 住房公积金方面的业务 最近长春省职住房公积金 网上办事大厅 新增了23项单位业务 和6项个人业务 同时有些业务 在我们个人手机微信上 也可以办理了 那么新举措推行以来 大家应用的怎么样 在这个过程当中 遇到的普遍问题 都有哪些 我们的记者呢 也是专程赶往了 长春省职住房公积金 管理分中心 进行了采访 我们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 在我右手边这个区域呢 是省职住房公积金 管理分中心 对公业务窗口 大家可以看到呢 此时各单位来办理 这个业务的经办人 还是非常多 4月2号开始 单位版的网上办事大厅 开通之后啊 一共新增了23项办理业务 也就是说 单位的经办人呢 不用再从单位到办事大厅 来往返进行办理 这样相关业务 直接在网上操作就可以了 小谢是长春某事业单位的 公积金经办人 经常到长春省职住房公积金 管理分中心 为同事办理公积金业务 了解到网上办事大厅 新增了23项单位业务 小谢表示 这回可就方便多了 今天来主要是给单位 办检员 检员 我问一下 咱们新增的23项业务当中 有这一项吗 有 我们新增的23项里边说 个人封存 就是你办理的那个业务 这样的业务 就是您开通了网听以后 就不需要到这块来办了 你在家里边用电脑 把这个影像资料上传 我们直接就可以受理了 据了解 长春省值住房公积金管理分中心 网上办事大厅 新增的单位业务 有个人开户 个人封存 个人启封 内部转移 单位环缴申请 以及多项查询业务 同时网厅还新增了6项个人业务 分别是租房提取 异地转移接续 另外还有变更 贷款还款卡号 部分提前还款 贷款提前结清业务 在网上或者是在微信渠道上 可以办理提前部分还款 这个有一个要求 就是说你提前部分还款的 最低金额是三万 三万以上可以提前部分还款 提前结清没有金额限制 但是要求在工作日时间 才能够网上办理 单位业务可以通过 长春省值住房公积金管理分中心 官方网站 点击网上办事大厅 选择单位网厅 系统自动跳转到登陆界面 完成登陆后即可办理相关业务 个人业务可以通过两种方式进行登陆 一是长春省值住房公积金管理分中心 官方网站 点击网上办事大厅 选择个人网厅 二是关注微信公众号 长春省值住房公积金管理分中心 进入主界面 点击信息查询 选择个人登陆 完成登陆后即可办理相关业务 另外记者了解到 长春省值住房公积金管理分中心 成为了全国首家 成功介入住建部 住房公积金数据平台的中心 全国住房公积金数据平台是住建部 为个人所得税改革 信息共享和信息监管工作 搭建的公共平台 可实现总对总的数据交换 并向绞存职工提供数据查询服务 切实维护了绞存职工的权益 对住房公积金行业的发展 具有重要的意义 第一报道从龙镜宋建报道 老年人健身是为了锻炼身体 保持身体的健康 老年人选择健身的方式 也是多种多样 有人选择晨跑 有人选择跳绳 有人选择颇手争议的广场舞 最近微博上有一条视频当中 一群大妈们健身的方式 就刷新了大家的世界观 不仅扰民 还让居民们感到害怕 近日人民日报数字福建 在微博上发布了一条视频 该微博称 一群大妈深夜在小区内张开双臂 仰天大笑 小区居民吐槽 吓死人了 但大妈们却说 笑一笑 十年少 估计这样的笑声 出现在谁家楼下 谁都很难再睡个安稳觉 此视频在网络上也引发了网友热议 有网友评论 求您还是去跳广场舞吧 这样可能会引起高空抛物 大多数网友都认为这是一种扰民 且不顾及他人感受的行为 我不赞成 首先我不赞成 因为你咬民呢 对不对 影响别人 尤其是上班族啊 有很大的影响 对别人的那个干扰了 尤其是晚上 耽误别人休息了这样 就可能还是光顾他自己的 没考虑别人 劝住他们 不要他们在半夜 你晚上六七点钟可以啊 你要说太深夜了 不是要民吗 别人都白天上班 晚上休息 我不太赞同 因为吧 就是说老年人嘛 你想就是说健康 然后自己的有健身方式 是正确的 但是呢 我觉得前提是不要打扰别人 因为也有孩子 上学的孩子 还有小孩 我觉得影响的居民是不好的 对于小区内出现的不文明行为 记者也随机采访了 几位长春市民 发现大家身边没有出现 那种模型的大笑 倒是对小区内养狗 这件事情的意见很大 溜狗的是有 你肯定拉狗把吧 这玩意制止不了 特别是有大型的狗 都不摔身 那些养狗的人嘛 也不太好和他们沟通 他可能觉得没什么 但是这个狗的东西 毕竟是动物嘛 有可能会伤害到孩子什么的 养狗的话 又办什么全征 我是没有养狗 但是你养狗的话 你随时拉那个遍地的 你得随时地捡起来 扔到垃圾里的 最起码你的根 拉完就不管了 大便完了 你看这这么种 还不太好 无论是运动健身 还是养狗 跳广场舞 这都是人们的自由 但这种自由 应当建立在 不干扰到他人的基础上 切莫让自己的喜好 变为他人的负担 第一报道综合报道 下面又到了装修进行时的时间了 这次报名参加甲醛测试的是 长春市民张先生家 半年前 长春市民张先生的婚房装修 交工后陆续进了家去 可当新房密闭几天之后 再进入室内的时候 会发现气味非常大 而且还有点拉眼睛 张先生怀疑 家里的甲醛含量可能是超标了 于是便开始开窗通风 那么下面呢 我们就一起走进长春市民张先生家 看看他家的甲醛含量是否超标呢 这套房是我们的婚房 然后是2018年9月份装修完的 刚进屋之后呢 就是会有很大的味道 眼睛会有一些不舒服 毕竟我们要在这块生活嘛 真的超标的话 对我们资深也不好 可能对于我们以后 要饱饱的话 可能也会有影响 所以说我们打算就是做一下检测 检测师张李令通过大气采样器 进行20分钟的室内空气采集 并将收集好的含有甲醛的吸收液 存放于笔色屏内 然后滴入甲醛显示液 手握加热15分钟后 放入甲醛现场测定仪中 进行光谱分析 检测出来目前张先生家 室内空气甲醛浓度是 0.04毫克每立方米 符合国家规定的 0.08毫克每立方米的标准 是适合居住的 通过跟张先生了解 就是目前空气质量 控制这样好的主要原因 得益于一方面是在装修的时候 对这个材料比较深重 另一方面就是在装修之后 通风做得比较好 检测师张林令告诉记者 沙发作为家庭软装饰的一部分 在对室内环境的影响上 也不容忽视 很多业主认为 选购布易沙发就安全了 但通过检测数据显示 布易沙发在使用过程中 也会释放出污染物 布易沙发对室内空气产生污染 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第一方面就是布易沙发 这个表面的布易纺织品 以及它的天冲物 在制作的工艺当中 会用到粘合剂 防皱剂以及染色剂 它们当中都会含有油理甲醛 第二点就是沙发的座椅靠背 还有沙发这个侧板 沙发扶手 还有这个沙发的这个垫板 这些隐蔽的部分 厂家通常都是用胶盒板制成的 胶盒板当中呢 会含有大量的油理甲醛 所以说大家在选择沙发的时候 一定要多了解一下 这些隐藏部分 究竟是什么材质构成的 另外就是说布易沙发 它的布易和这个天冲物 对于这个室内的甲醛 本系物有很强的吸附能力 造成这个室内循环的二次污染 检测师张玲玲表示 为了防止毒家具 危害家人的健康 业主在购买沙发时 千万不能掉以轻心 尽量做到以下几点 大家在选择布易沙发的时候 第一从颜色上 不要选择这个颜色比较深 或者是比较鲜艳的颜色 同时呢 要好好地向这个销售员 询问一下这个沙发 隐蔽部分的材质 另外第三点呢 就是沙发再到我们家安装以后 比如说这个沙发第二 沙发靠背 如果可以拿下来的 一定要把它拿开 然后做到充分通风 这样的话呢 能加快这个有害物质的释放 第一报道综合报道 为了提高学生的消防安全意识 增强学生自防自救能力和社会实践能力 前几天 吉林市丰满区消防救援大队 联合吉林市万科城实验小学 组织了一次具有爱国主义色彩的主题消防站开放活动 活动的现场 孩子们和消防员叔叔来了一次零距离的接触 体验当消防小兵 前不久在吉林市丰满区消防救援大队院内 孩子们在消防员叔叔的指导下 学习叠被子 并试穿了抢血救援服 消防员还将孩子们展示了过硬的救援技能 孩子们不仅感叹消防救援器材如此先进 更感叹消防员精湛的救援技能 从消防队参观回来以后 孩子们对消防员心生敬意 于是他们想对消防员叔叔们表达自己的感激之情 但由于孩子们年龄还小 不便外出 消防员得知消息后 悄悄来到了学校里 让我印象最深刻的呢 就是让我们自己试穿消防员的那个衣服 因为我们在穿衣的时候 帽子什么的都特别沉 玩都容易掉 我们走路都是鞋的的 每次消防员叔叔都穿着那些衣服去营救国场 我觉得他们很敏感 班会期间 孩子们用材质和食材笔等用具 为消防员叔叔绘制贺卡 这些贺卡承载着孩子们的敬意 并郑重地送给消防队员 我相信在以后的日子当中 你们一定会更加地努力学习 然后我们呢更加地刻苦训练 咱们各自完成好属于自己人的一份事情 好不好 谢谢 第一报道张亚丽通讯员 王帅报道 在极大医院小儿血月科有这样一群天真可爱的孩子 他们和普通的孩子一样渴望知识 对这个世界是充满着好奇 但是因为患有白血病 他们不能和同学一起在学校上课 也不能在户外玩耍 只能在医院里长时间接受治疗 为了帮他们减轻病痛 缓解他们长时间治疗带来的枯燥感 有一位吉他老师 每周都来免费教孩子们弹吉他 带他们来唱歌 给孩子们带出去快乐 每周二的下午 在极大医院小儿血月科的疗区 都会传来优美动听的歌声和吉他声 顺着歌声 我们见到了正在上课的孩子们 和吉他老师张英浩 从今年三月份开始 张英浩每周二都在这里免费 教白血病小患者们唱歌 弹吉他 据了解 张英浩也是一名白血病患儿的父亲 他的女儿就在极大医院小儿血月科就医 张英浩说 作为一名患儿父亲 他特别能理解孩子们的心情 想为他们做点事情 我孩子在治疗大概半年多了 开始的时候 没有时间顾及特别多的事 然后等到孩子情况好转之后 我就想到 是不是外接帮孩子做点事 所以我想我自己也尽点力量 本身也不会别的 只会弹谈吉他 所以我希望用吉他 给他们带来一些快乐 忘掉有点痛苦 从开课起 吉他班就深受小患者们的喜欢 现在已经有30人报名了 来上课的孩子 年龄在3岁到14岁不等 不过由于孩子的治疗状态的不同 每次大概有六七名小患者来上课 基本上都没有学过 我们弹的比较简单的 比如说小草 两只老虎 青年歌 这一类的 有的孩子会因治疗而缺课 所以吉他课进度比较慢 但是张英浩却很满意 他说孩子们弹得好不好并不重要 而是让他们接触音乐 用音符带来快乐 缓解病痛 这些白血病小患者 想坐在这里学吉他 需要克服更多的困难 但是孩子们都特别期待 每周的这堂音乐课 甚至有的孩子 正在书役也来坚持上课 他们虽然有很多的 不方便的地方 比如说有的时候 会打着吊皮羊过来了 或者说身体上很没力 其实他们有的时候 化疗即使结束了 身体也是很不舒服的 所以说能让他们快乐 其实是不太容易的 我能在他们的脸上面 看到一丝笑容 或者看到一些开心的瞬间 我觉得这就是幸福 开不开心上课 开心 心情舒缓一点 听歌的话 就什么也不怕 扎针也不怕了 然后 如果做手术的话 也不怕呀 然后快让好病 之前学校一直低 状况也不特别好 一直都没参加过 今天刚做完古川 我想他可以出来 放动放动心 学校允许的话 可以的话 还是让他学吧 你们小孩子 这毕竟好学好动 其实挺好的 应该感谢张兰他爸爸 看着孩子们认真学习的眼神 和对音乐的喜爱 张英浩觉得自己做的事情很有意义 他的吉他课也得到了医院的支持 他说要一直坚持坐下去 用音符带给孩子们乐观的心态 和战胜病魔的勇气 让孩子们在快乐中治疗 我希望孩子们能够快乐 在故障的治疗和这种痛苦的经历当中 在他们回忆里能有一些温馨的瞬间 或者是自己感动自己的瞬间也好 音乐给他们带来的这种快乐也好 音乐的力量是很大的 无穷的 至少我认为 我是一直是受音乐的感动走过来的 所以我希望这种感动 能带给孩子们 第一报道 王玉张强报道 人以血液均靠后勤 后勤工作对于军队而言 无异于人体的大动脉 为了锤炼后勤官兵 走打支柱藏管保 衣食住行 衣运修 全要素保障能力 武警吉林总队举行了后勤比武 65名后勤部处长科股长 260名后勤专业兵展开昼夜连续比武 在长白山深处 武警吉林总队的训练场上 野营村中骤然搭起了50余顶迷彩帐篷 帐外便是后勤比武考核的集结地 此次比武将在实战背景下触摸战争的脉搏 在比武科目设置上处处营造实战氛围 按照热食快餐化加野战食品战食饮食保障模式 考验集养分队和战勤编组 快做快送快分快吃快清的战食饮食保障能力 同时突出战场卫禽保障 设置战胜救治与药材勤送科目 模拟快速穿越泥运路 山林地 战场交火 地震余震等险情 全方位检验卫禽保障分队一线救治能力 针对实战环境下运输投送难题 此次比武还模拟了野战环境复杂路段驾驶和紧急救援 考验汽车修理工维修技能 以及对车辆突发情况的应急处置 在这次后勤专业兵考核比武中 还首次运用了红蓝对抗的后勤比武模式 设置了蓝军袭扰 模拟震灾场 染毒区等复杂情况 锻造一兵一组险中求胜 威中施宝的实战能力 第一报道张亚丽 通讯员陈志宇 朱元芳 陈阳报道 集市传媒 视频专家 服务道家 我们第一报道现在全面的征集新闻线 是我们的24小时新闻服务热线 0431-8850-1234 随时交通 爆料一经采用 还可以获得300到1000元 不过等待 谢谢大家 好 今天的节目就是这些 感谢您双碳明天主持时间 再见 谢谢 谢谢 谢谢